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看到于松带着几个人走进来的时候 他的毛子突然眯了眯 太太 这些人就是网上那些人 沈繁星看着面前几个年轻的男女 甚至还有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或者有其他方面残疾的人 足足四五个 他转头看向旁边几个健全的人 看看跟你们站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 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身体残疾 你们呢 心里残疾是吗 你稍微小心点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心里残疾 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残疾人是吗 说你们心里残疾就受不了了 最起码 我比你们有种 不会躲在屏幕后面 拿键盘当杀人刀 受不了 你们大可以找我算账啊 我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你们来 你们当然没本事 活在名处惹不起任何人 所以才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只敢躲在暗处 他说着 视线缓缓扫过那几个残疾人 你说错了 我不歧视残疾人 啪啪啪的几声清脆的巴掌之后 女人扑通一声 被沈凡兴扔在了地上 那一双腿自膝盖以下全部萎缩 根本没有站立起来的可能 生而为人 我当然都一视同仁 所以你现在 也别拿我欺负你是个残疾人来说辞 谁能说我歧视残疾人 正常人我照打 残疾人 我也照打 他话音刚落 身旁被吓傻了的正常人脸上 突然就硬生生挨了一巴掌 你居然打残疾人 你一定会为今天的作为付出代价的 这会又强调 自己是残疾人了 怎么 残疾人不是人吗 沈凡兴缓缓朝着他走近几分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认得你吗 还是柏锦川认得你 你这双腿是我们害的 还是我们联合害了你全家 以至于你这么憎恨我们 连帮我们说句话的人都不放过 什么是鸭子和妓女 你自己是有多仇视这个社会 觉得把人贬得一无是处 才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是吗 别人是鸭子和妓女 你感觉自己就比他们高人一等了是吗 天天靠踩低别人来提高自己的价值 搞死别人 你就是最优秀的那个 是吗